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已经77岁 此前他一直在外打工 2022年7月才回到上海 如今和两个儿子租住在这个小小的开建里 因为他没有房子 就帮助签到我们取洋社区公共户 签好以后就到我这里来了 这么多时间跟社会脱节 你回不出去 上次跟我讲都整天待在家里的 余卫荣口中一直不出门的人 就是老里的两个儿子 李辉和李胜 一个19岁 一个即将年满18 因为没有户口 这兄弟俩不能上学 也没法工作 小朋友相对比较自闭 比较封闭一些 兄弟俩的母亲陈芳芳在清浦的一家工厂打工 收入有限 而父亲老李每个月仅有微薄的退休金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李辉和李胜兄弟俩很懂事 平时也是能省则省 他们的青春也因此显得格外苦涩 李辉喜欢画画 偶尔也会让妈妈给自己买相关书籍 而弟弟李胜会趁这个机会买几本自己想要的书一起凑单 李辉说 自己和弟弟从小到大都没有玩具 也没有去过游乐场 但他把这些归结于自己和弟弟不爱玩 2022年的7月7号 老李向去阳路派出所提交了申请 想要为兄弟俩办理户口 而受理这起申请的正是老民警于卫荣 他感慨这兄弟俩的不容易 也为他们的早熟感到了心酸 所以想尽快帮他们上好户口 可是事与愿违 直到2022年的8月底 于卫荣退休了 兄弟俩的户口也没能够办下来 这件事情就交到他的徒弟姚荣手上了 那么李家兄弟俩的户口怎么就这么难办呢 拿到材料时 姚荣发现 正常孩子上户口需要的父母结婚证 孩子的出生证 老李都拿不出来 当时他们只提供了到上海的车票 不仅没有出生证明 老李也拿不出结婚证 因为他和陈芳芳根本没有办理结婚手续 时光倒回到2002年 56岁的老李和16岁的陈芳芳在广州同一家工厂打工 当时老李对陈芳芳非常照顾 这让只身在外打拼的陈芳芳心生感激 陈芳芳至此和老李亲近起来 最终两人跨越年龄的鸿沟走到一起 很温柔的 做事什么也很细心 人是不错的 所以他才愿意那段时间是跟他在一起给他生两个小孩 李辉出生后 老李没有把他带回上海上户口 对此他的解释是 没有钱 在那里我们两人生活 除了那么多数啊 生活开始根本就没去 为什么简单的一个户口就会让老李感到巨大的压力呢 原来 李辉已经是老李的第三个孩子 老李曾有一段婚姻 和前妻生了两个孩子 再生第二个孩子时 老李就已经缴纳了不菲的罚款 因为不想交这笔钱 觉得罚不起 那肯定的 当时这种经济肯定 在打工的时候 那个经济肯定有钱的 老李和陈芳芳商量后决定让儿子随母亲 回陈芳芳老家河南上户口 但没想到的是 陈芳芳回家后迎来的却是父母的痛斥 到时候家里连陈芳芳都不认了 就不允许她回去 到这样一个程度 就是直接和老家一起 也就是像断绝关系一样 陈家人之所以反应如此激烈 不仅仅因为两人年龄差距过大 还因为生下礼会时 陈芳芳还未年满18周岁 户口没报成 陈芳芳只能带着孩子再回到广州 这事也就一拖再拖 第二年 李盛出生了 之后 他们为了生计举家搬到广西南宁 我们这里租个房子 一房一停 这六五块钱 那个六五块钱 在这里要最起码五千块钱都租不到的 不仅房租低廉 两个没有户口的孩子 在南宁上学也能便宜不少 在广州那里小学都是因为没有户口 你要交费用 那里高 南宁那里每个学校两个小学只要五千块钱就可以了 他们没有这个意识 通过赞助的一些形式 因为是私人学校嘛 这样的入学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户口的这个概念不是很强 随着时间流逝 陈芳芳渐渐后悔了 在李辉上学后 陈芳芳离开老里搬去了单位宿舍 再也没有回来 李X年纪相差太大 她已经70岁了 她还刚刚三十多岁 第二个是 虽然那个时候觉得李X就是挺好的 就是也挺照顾人 但是现在的话 她也不想再和她有任何就是牵连 虽然不再和老李联系 但陈芳芳对两个孩子的关注却一点都不少 只要他们开口 陈芳芳就从牙缝里省出钱来给他们 而李辉和李盛从小就显得格外懂事 特别是这个大的 她学习成绩也好 学习的老师真的很好 也为了这个是苦学 你当时成绩能在班上排几名 前三名 经常是 成绩优秀的孩子获得老师的关注也多 而老师说的最多的 不是学业 而是户口 经常来问我们 就是考户口的事情 经常来问 但是那个情况这样子嘛 拖了这么长时间 到中考了 临近中考了 没有办法再拖下去了 为什么还不办呢 那么等到第二个毕业我们才回来的 相隔一年啊 在老李看来 两个儿子都要上户口的 一起办更省钱省事 所以即便他清楚这样的后果 但依然选择这样做了 人算不如天算 等到李盛毕业 老李准备动身回上海时 新冠疫情爆发了 随着防疫政策的出台 李辉和李盛一下子哪儿都去不了了 毕竟没有证件 不方便 就索性就不出缺了 那健康吗 也好长时间了 就是说你 基本上那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能去 是 去哪里都得要健康吗 是啊 公共厕所都需要 这么多年没有户口 真是心里也蛮心酸的 大人 你说这耽误了小孩在前途 你说是吧 这么大的小孩 你外面出去到处碰壁 他也说到处碰壁 什么都做不了 在得知儿子的户口办理并不容易 需要补交材料后 陈芳芳也辞职来到了上海 电机场工作 而且已经做到一个小工头 小班长的一个职位 然后为了小孩报户口 特意辞职 然后再到上海来给他们 那么我也跟他说的 你不要急 等我们试试调查清楚 调查举证以后 我会接着给你报的 可即便人到了上海 陈芳芳能够提供的证明 也只有一张妇产医院的收据 这个也不是作为依据的 你也不能证明这个小孩出生的都没有的 是私人医院 所以其实也当初根据他们当地广州卫生局的一些要求 也没有留下任何出生的相关信息 因为他们说就诊信息 他们当初是不要求答案保存的 除此之外 民警还要还原这十七八年中两个少年的成长轨迹 以此来代替缺失的材料 发行到广州卫生局 广州的珠海区的派出所 再整理成一本 相对来说 通过 用怎么说呢 逻辑上能说得通的一份材料 这个是要证明什么 就是证明他在这个景宁学校就读过 有一个学籍证明 因为他本人无法提供任何相应的证件 那么我们只能从他的笔录里提取相应的部分 2023年3月中旬 好消息传来了 兄弟俩的户口信息已经成功录入系统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身份了 得到消息的老李 第二天就带着儿子来到派出所办理申领手续 拿到朝思暮想的身份证 李辉和李胜都难掩内心的激动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兄弟俩拿到身份证想做的第一件事 并不是想出去走走 而是希望能尽快工作 帮家里减轻负担 有什么事情你以前不能做的 现在马上就可以做 以前像比如说找工作 就不能找 因为没有户口 还有 先找个工作 先工作 先啊 先工作 先赚钱 对 对 对 你不想再去学习吗 想啊 但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先学习不太现实 那你现在还想读书吗 就是还想 但是现在状况摆在这里 户口办完了 但派出所的工作却没有就此停下 他们还想再帮一帮这对兄弟 和人打交道各方面都跟同龄的小朋友有比较大的差距 那我们的经办民警在这个接触过程中 我们也是觉得 爆户口只是我们公安机关应该做好的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也想着怎么样让两个小朋友 爆上户口以后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能够更好地开启他们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们也及时启动了这个警察哥哥姐姐听你说 我们社区少年服务队这个机制 从2023年2月起 洪口公安分局在九家派出所成立了 警察哥哥姐姐听你说社区少年服务队 希望用这种方式尽最大可能帮助青少年 能及早发现和干预青少年在心理健康 文化教育 家庭生活 社会保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这次 去洋路派出所对接接到 帮理会理胜提供了就业指导工作 拿到户口后 民警带着兄弟俩直奔接到就业指导中心 李辉和李生都是初中毕业 之后又一直在家 工作人员建议他们不要着急赚钱 先从见习开始 边做边学 见习的话 相对来说比你正式就业就是门槛 门槛进去 对 最终在就业中心推荐下 李辉去一家咖啡店做了长兼职 每天工作8小时 可以拿到20元的实信 而弟弟李胜也面试成功一家饮料店 等到11月份年满18周岁就可以入职 在社区少年服务队的帮助之下 李辉和李胜有望重新回归社会 事实上 兄弟俩并不是这个服务队的第一例受助对象 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那么这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的关注和关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警察哥哥姐姐听你说 社区少年服务队应运而生 各派出所的队员们通过及早发现和干预 消隐患于萌芽 画悲剧于无形 2023年5月11号 几名高中生受嘉兴路派出所 社区少年服务队的邀请到所里来打台球 其中一个叫小杨的孩子打得最好 连连进球 小杨今年上高二 但他并不喜欢学习 每天放学就去打台球 还差点乌鲁齐土 2023年3月9号凌晨 小杨和几个在台球市认识的朋友一起 被巡逻民警带回派出所 当天值班的陈良顺一眼就看出 小杨和其他人不一样 第一眼看上去就觉得 这孩子其实眼神还比较清澈的 然后后来问下来的确他还在读书 然后不像有一些已经是社会上已经踏了很久了 然后辍学很久了 原来当天晚上 辖区内某小区的保安报案称 有几个十几岁的小伙子一直在小区内游荡 行迹可疑 经着小区然后就从楼上到楼下去逛 然后这个小区以前被别人偷掉过很多鞋子 因为小区这次并没有失窃 民警只是警告后就让他们离开 但在交谈中 陈良顺得知 小杨其实并不清楚这些人教自己来是做什么的 去那个小朋友帮我说 他是接到另一个社会上的一个闲杂人 发达消息说你们到这里面去逛一逛 去逛一逛 然后就 言下这个意思就是去看看有什么东西了 陈良顺添加了小杨的微信 隔三差五的会去和他聊聊天 而陈良顺也不是以民警的身份去说教 而是和小杨聊聊兴趣爱好 聊天中陈良顺得知 小杨成绩已经落下太多 现在他对学习毫无兴趣 留在学校也仅仅是为了混个毕业证 而相对于学习成绩 陈良顺更害怕他走错路 他慢慢就和学校脱钩了 慢慢就和身边的孩子脱节了 就别人都在聊学 能够考试能够做作业 你都不做的 那慢慢脱节 脱节好以后 那你肯定也要找到一个地方 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吧 那你必须找到一个地方去释放 所以说有些就会打游戏 在网上 那么像他是打做球 小杨在学校交不到朋友 但这个年龄直接交社会的朋友 陈良顺不太放心 于是他将小杨约来打台球 让他和少年服务队的队员们交朋友 虽然没能赢过小杨 但服务队的队员们和小杨明显亲近了起来 为了更多的了解情况 陈良顺和刘芳一起下班后去了小杨家 小杨出生两个月时 父母就离异了 之后他就一直跟着外婆生活 由外婆一手带打 小杨明显身边提供 小杨明显身边的 第一次遇见 我今天在二年 初中时外婆为了让他受到更好的教育 带着他从宁波来到上海 而外公则继续留在宁波工作赚钱 可随着外婆年迈 小杨进入青春期 祖孙俩的隔阂也越来越大 对于小杨而言就是 学习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而是做人 就是我就希望他能够把我当成他的朋友 我说你以后社会工作的 哪怕是到大学到他社会了 你会碰到很多很多事情的 有可能你外婆没有碰到过 她不知道怎么来帮你的 那你帮我讲 我可以帮你 成人大专不需要 什么都不需要 什么都不需要 毕业考也不需要 只要去大专里面考试 就是叫大专考试 对 五月中旬 小杨突然发微信给陈良顺 说想来找他聊聊天 陈良顺欣然同意 小杨告诉陈良顺 自己现在的成绩 参加高考也考不上好学校 他想去读大专 拿到文凭后 可以出来找份工作 陈良顺没有贸然给出意见 而是耐心地倾听小杨对未来的安排 他很清楚 高考并不是唯一的路 只要踏踏实实 一样可以有精彩的人生 小杨是个普通的孩子 他也许不算聪明 但却孝顺礼貌 在陈良顺看来 不是每个孩子都必须要成绩优异 考上名牌大学 但是每个孩子都需要被关爱 在他们迷茫的时候 可以指导他们选择一条正确的路 截至目前 红口公安分局社区少年服务队 一共结队辖区的46名青少年 回访社青少年110警情65起 疏解青少年困难求助79起 因为队员们的努力 红口下去之内 涉及青少年的警情 也有明显的下降 社会效果日渐明显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欢迎您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将会为您剖析热点案件 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